哈囉我是陳寧官 拜託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大家好我是寧官 歡迎我們中時觀眾跟粉絲 朋友掃描QR Code 訂閱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美國內部大選 還在正義當中 不過呢 一旦拜登明年1月入主白宮 目前為止浮上台面的主要核心幕僚 跟華盛頓的掌權派 都是民主黨過去希拉蕊跟歐巴馬的幕僚 其中蘇利文本人 當年是給這個希拉蕊出過主意 出賣台灣抵消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的 那一旦如此 究竟會不會改變美中關係 跟太平洋的整個戰略關係 是全世界睜大眼睛在看的 然而事實上 兩個禮拜前 柯林頓在公開演講的時候 他說 習近平長期掌權跟持續集權跟職權 一定會顛覆美中關係 那民主黨內部跟美國內部開始有 究竟誰顛覆誰 那美國真的有能力顛覆北京跟習近平嗎 然而當年的這個全球化呢 創造的是一個龐大的華盛頓建制派 跟華爾街乃至於美國跨國企業跟科技霸權的龐大帝國 可是如今川普主義的路線返出全球化的這一條道路之後呢 事實上呢使得全世界的政治都面對一個超級壓力國 那當年華盛頓這個相對的擁抱熊貓派 他們判斷期待的是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之後 能否帶來民主或者政治的相對開放跟自由 當年蔣經國在台灣的經驗是這樣的路線 那習近平在中國究竟會走上什麼路線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 王浩大哥 大家好 再來是透視中國研究員 同時是台大政治系榮譽教授 明居正老師 大家好 再來是宋承恩 大家好 再來是汪潔明 大家好 再來是吳傑 大家好 再來是黃創下 大家好 好 明老師 這個當年擁抱熊貓派 特別是立主中國加入WTO的柯林頓 事實上這兩個禮拜已經重新反省 他們對於中國關係 乃至於他們過去這些年來的路線 而且柯林頓的話是說 習近平如果繼續掌政掌權 那勢必顛覆美中關係 可是當年他們事實上 在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 那某種程度的聯中制二核心 希望中國的MODEL 類似當年的台灣 我們在中國的兩個三角洲 包含了這一個深圳的三角洲 或者是長江三角洲 都看到複製台灣的加工出口區的歷史經驗 所以經濟跟工廠的生產經驗 中國當年確實有複製出台灣的經驗 可是一旦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的開放 自由跟民主的經驗 顯然當年的台灣歷史走過的經驗故事 並沒有在中國看到 你說是政治部分沒有在中國出現 對 是這樣子 這話我們得稍微回溯遠一點 美國當年在面對共產主義崛起的時候 它採取叫圍堵政策 那過去我們講過 我現在重複一次 圍堵政策本質比較被動 然後比較防禦性 它進攻性沒那麼強 他們想的就是把共產主義視為病毒 包圍起來 圍堵起來之後 因為共產主義跟人性相對抗 最後它會內部潰爛 所以這最早的想法 到了80年代之後 這圍堵政策就採取了比較積極 比較主動的一個作為 後來被叫做和平演變政策 美國倒沒有那麼明確區分 但中共把它區分出來了 所以和平演變是一個比較主動 比較積極的 我們過去多次提過了 從1989到1991年 三年之內十個共產政權瓦解 中共把這個稱為蘇東波 蘇東波出現之後 中共的說法是 美國和平演變的政策得手了 那麼也就是說中共承認 美國和平演變政策呢 是有效果的 居然把蘇聯老大哥 跟其他幾個家伙搞垮了 和平演變這個作為 或者政策呢 背後是有它的理論的 它理論呢 就原來的古典民主化的理論 也就是說你剛剛前面講的 一個社會 從農業社會慢慢走到工商社會 開始發展經濟 一段時間之後呢 經濟發展一段時間之後呢 社會出現變化 最具體的變化就是中產階級人數增加 中產階級人數增加之後 隨著錢多了 然後呢 被這個政府抽稅抽多了 不舒服 他就要跟政府去爭著稅 在爭稅的過程當中呢 他需要有講話權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人有錢了之後 就想要有比較大的活動空間 可是如果政治比較高壓的話呢 那就壓住他就綁住他 所以他要掙脫這個束縛 所以在這個過去的人類歷史上面 大家認為說 大概今天的民主化 大部分是中產階級增來的 因為他跟王權抗爭 跟威權抗爭 所以增出經濟的東西來 所以先經濟的進步 然後再來這個社會的變遷 中產階級出現 然後打破原來的政治上的桎 最後走上了政治民主化 這叫古典民主化理論 美國相信這理論呢 其實相信到前幾年 美國當年說要把中共引入 聯合國像尼克森這個想法 然後後來克林頓呢 把這個中國大陸呢 把這個胡錦濤啊 這個江澤民胡錦濤以後呢 的中共呢 引入到WTO呢 想法都是一樣的 他們認為說 當外面你在跟國際上來往的時候呢 你會慢慢社會化 接受國際規範 接受國際標準 然後內部經濟發展起來之後 有中產階級推動 內外夾緊呢 你就變化 那麼這種東西呢 就前面中共說了 叫做和平演變 1989年到1991年 中共非常擔心 它幾乎崩潰 所以它對這問題 也研究很多 過去我跟大家講過 他們出過很多書呢 去反和平演變 這是其中的一本 我買了一大堆 騙了我不少錢 反和平演變教育 答問路 其實講得很詳細 講得滿好的 它說它這個和平演變 對我們和平演變有什麼做法呢 第一 基本上叫政治攻心戰 特別點名什麼 廣播電台 短播廣播 從美國之音 到自由廣播 到自由亞洲電台 歐洲之聲 然後什麼德國之音 法國 法廣 然後BBC 什麼台湾的中央台 全部都在裡面 坦白說 我們回頭看 是有效的 當時短播是有效 有些 再來什麼 學者的訪問交流 它特別點名是福爾布萊特 福爾布萊特 基金交流 什麼的 再來是宗教的滲透 跟宗教的破壞 特別點名是天主教基督教 然後後來涉及伊斯蘭教 然後在這邊點名在什麼 人權問題 它說在歐美哥 我常常記得人權問題 對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施壓 再來商業手段 當年它講的是最惠國待遇 就你剛剛講的這個克林頓 克林頓當時 對於要不要對大陸開放 這個最惠國待遇 它真的增達過幾年 所以當時人家說 要有最惠國待遇 因為不然的話 我們這個就要少賺很多錢 這錢被別國賺走 聽說克林頓當時在白宮 要簽這個文件的時候 還很生氣說 我很討厭我們的中國政策 就沒想到最後呢 它被收買了 那除了這之外 最後呢 就是所謂的顛覆手段 就靠特工打進來的 或用各種各樣的 這個陰柔的手法 那麼美國這套東西 我剛剛說呢 它是有理論的 那麼這就是過去整理了幾百 一百多年兩百年來的各國民主化的過程呢 整理出來經驗 而這個經驗呢 實踐的最好 或者最符合這理論呢 是我們台灣 所以台灣的民主化經驗 被美國視為 剛才講的這個 古典民主化理論的 這個教科書的樣板 怎麼說呢 我們經濟發展嘛 土地改革 然後中小企業 然後慢慢經濟發展起來了 然後實相建設 然後再來中產階級出現了 然後黨外運動出現 慢慢壯大 然後黨內改革派 然後上方合作 然後就變動了 所以美國在這過程當中呢 它是有角色的 它一方面鼓吹民主化 二方面對外面 在外面呢 對台灣施加壓力 鼓吹台灣對黨外的鎮壓 要少一點點 然後或明或暗 幫助黨外運動 再來呢 美國推動一個 對台灣非常廣泛的 留學生政策 還學術交流政策 跟文化交流政策 剛好加上台灣自己 剛剛講的經濟變遷 社會變遷 加上政治變遷 產生了很大量 中產階級之後呢 國民黨內部開始改變 所以我常常講說 國民黨學共產黨 謹得其行 謂得其神 也還好謹得其行 謂得其神 國民黨的共產黨的神的話 今天我們都會被鎮壓 我們都沒有辦法 民主化 真的是這樣 所以謹得其行 圖被罵名 但是沒有辦法真正能夠掌握到權力 那還好就是這樣子 所以後來我也認識了一大批 就是國民黨 比較年紀比較大的 在蔣經國身邊的開明派 他們在國外待過 看過 然後回來遊說蔣經國說 開放沒有關係 蔣經國慢慢聽下去 說逐步逐步開放 所以台灣的社會變成 經濟變成 再加上黨內的開明派的推動 再加上蔣經國本人個人的決定 再加上黨外運動的壓力 跟美國壓力 所以成就了台灣的民主化 好 所以那個時候是80年代的末期 對的 那89年就走到天安門事件 然後再來 鄧小平南巡又立主改革開放之後 那老美就認為台灣整個model 可以複製在中國 所以先複製加工出口區 那所以就有了深圳特區 然後複製完拼經濟發大財 那以前叫做台灣錢淹角木 那老美就複製出中國錢淹角木 一模一樣 複製完了之後 總要淹到北京城了吧 北京城內部的文化跟氛圍 跟人質要改變吧 可是沒想到 蔣經國跟習近平是兩個極端不同路線 是 是這樣子 所以講回這段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當年對習近平是有期待的 對不對 習近平的父親叫習仲勳 我們上次在 上來跟汪洛雲談過的問題 我先打了上來 習近平確實也是這樣的政二代 那蔣經國也是政二代 那蔣經國這個政二代 還有好幾個不成才的兒子 習近平沒兒子 所以美國的之中派搞不好覺得習近平有可能去開放 因為沒有兒子繼承人的某些領導人 他確實對於繼承跟權力的交接可能有不同思考 對 這真的是美國的一個考慮 所以當時不是講說習近平是習仲勳的兒子嗎 習仲勳的改革派的形象 在美國一些學界當中是有印象的 因為我跟美國學界的交流 他們點名當時那些改革派像萬里 趙紫陽或許家屯等等 那是一定點到習仲勳的 所以他這個東西對習近平是有幫助 加上習近平本身在福建在浙江執政了這麼十幾年的功夫呢 他塑造的是一個開明改革的形象 這點是沒有話說的 而且我碰到台商 很多台商說他理賢下士 很認真問我們說怎麼經營啊 怎麼運作什麼等等 所以大家對習近平是有好感的 那麼美國看在眼裡面 美國也跟這些人接觸 美國也跟這些地方官員接觸 所以美國心裡有數的 那麼美國認為說到時候如果我能夠的話 中國內部出現繼承人之爭的時候 如果我可以的話 我的籌碼或者我的比重可以加進去的 譬如說最後我們過去講過了 當薄熙跟習近平在相爭的時候 你覺得美國會選誰 習近平在上台之後呢 跟這個歐巴馬在北京會談過 當時叫引臺會談嘛 那會談之後呢 據傳出來消息說 美方講說習近平呢 對於這個中國大陸將來發展 跟歐巴馬是做過描繪的 然後是有過一些承諾 承諾什麼呢 我會繼續改革 我會自由化 然後貨幣我不會操縱 然後貿易會越做越大等等 然後你們美國來做生意的 講了很多東西 其中還有很多人叫做南海島交不武裝 對不對 這都是大家都是知道的 好 那等到他真正上台了 然後去面對這些對手的時候 我們說他要去抓權 怎麼抓權呢 他只能用反貪腐去奪權 反貪腐的過程當中 造就了無數的他自己的政敵 當發現說政敵越來越多 鬥爭越來越激烈 他沒有辦法 他就要逐步收緊 因為我們認識就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 他看世界的世界觀跟我們是不一樣的 他的歷史觀不一樣 他看到這種威脅的時候 他很自然就縮回他原來的思維方向去 所以我們說他這樣會收緊 但是我們還期望說最後你要看懂 收到最後不是為了收 收到最後是為了解決 在你執政路上的困難 最後你大權在握的時候 你得開放得改革 但是這一步還沒走到的時候 中間發生了香港問題 發生武漢肺炎 發生一大堆事件之後 發生剛講的南海島交問題 美國開始認真考慮修改對華政策 就是我們一直講的 那麼美國其實在歐巴馬後期已經有這警覺 但是當時坦白說時間來不及 川普上台之後逐步開始推動 大家不相信 為什麼 大家更多認為川普是一個商人 不認為說他是一個政治人物 大家常常低估他 但是我們說川普除了商人之外 不要低估他政治智慧 還有一點就是川普的個性當中 軍人個性其實蠻強烈的 川普到現在為止是我們算過 大概多個美國總統上台之後 落實競選諾言最多的一個人 他只有一件事情沒有做 他說逮捕希拉蕊 這件事情沒有做 其他大部分都做了 好 那他修改對華政策 按照余茂春也就是 蓬佩奧的智囊 他講話說 川普上台之後修改對華政策 最關鍵有三點 那第一呢 不再打中國牌 不把中國當牌打 把中國當作美國政策的標的 這是第一個 這是非常明確的 第二呢 放棄以接觸為核心那個政策 他話沒有再往下講 其實我猜他意思就是 不是單以接觸為核心 接觸當然也要 但是我更多的想要用實力來壓迫 你去進行改革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講得非常明確 是我們多次講過的 區分中共跟中國 也要區分中共跟中國人民 所以這樣子推出來的政策 就完全不一樣 所以講到這樣的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美國對於蔣經國也好 對習近平也好 他們當時是有過考量 也有選擇 當然也做過比較 就是你剛剛說的 第一呢 過去從政的經歷 第二呢 家事的背景 第三呢 他的處境跟他的家庭環境 乃至有沒有兒子等等 這都列入考慮 所以最後我只能這樣說吧 古典民主化理論不是不對 但它的適用範圍是有限的 古典民主化理論 對非共產國家或許有效 但對共產國家或許無效 各位看看 十個共產國家的瓦解 大部分都不是民主化理論 都不是古典民主化理論 都是美國從外部施加壓力之後 蘇聯受不了 然後蘇聯在這新戰計劃 在這個軍備競賽當中 因為拖垮了財政 然後瓦解了 蘇聯在瓦解過程當中 放手讓東歐逐步瓦解 是這樣出來的 那麼我們現在看到 川普走到目前呢 對中共的政策是生效的 不管是貿易戰 科技戰 金融戰 還是意識形態戰爭 對中共產生很大的壓力 所以你這邊談到說 我們會講說 中共財政困難 什麼內部社會問題等等 的確都是這些政策呢 所產生的具體效果 所以如果說拜登上來 真的要修改這政策 真的不把中共看作敵人的話 那這一次呢 真的會放走中共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明年一月份 如果拜登是入主白宮的掌權者 目前為止浮上台面的主要核心幕僚 都是歐巴馬 西亞蕊或者柯林頓的過去幕僚 那這一個事實上包含的柯林頓 兩個禮拜前都檢討了 目前為止北京對於美中關係的顛覆 那這個當然是民主黨內部的聲音 可是請教一下王浩大哥 剛剛講到台灣的整個近代的政治經濟發展的歷史當中 60年代 70年代 那個時候美元 美元台灣 然後緊接著而來 這一個台灣的經濟 有各式各樣的出口導向的基礎 發大財之後 那改變了台灣內部的民風 那所以我剛剛講到有一陣子做出口發大財是台灣 台灣前煙角木 然後緊接著而來80年代就有自由風氣 所以帶來了各式各樣言論的媒體的 那思維的政治的多元 那最後蔣經國放手 那所以走到了一條民主的道路上 他變成一個改革開放的model 那90年代呢 老美呢 那帶著台商港商呢跑到深圳去設特區 也是複製台灣的加工出口外銷概念 然後呢 相當成功的在中國加入WTO之後 複製出更大的版本叫做中國前煙角木 那老美期待的是 經濟改革開放之後帶來政治的自由跟社會言論多元自由 那最後使得政治權力核心的開放 何以習近平如今跟蔣經國走上的是不同路線 對這個當然可以從各個角度來分析這種情況 台灣在經過這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間 這個一方面是通過中小企業 它本質上是一個保護私有財產的這樣一個經濟制度 那私有的中小企業是台灣的經濟的主體 然後另外一個是大量依靠出口和美元 作為台灣經濟成長的主力 那所以整個社會的中間力量 或者社會的中產階級 也都知道跟美國保持友好 這個站在美國的所謂民主自由陣線這一邊 對台灣是一個根本利益 這個是一個社會的普遍共識 但是中國不是這樣的情況 中國即使到今天 經過所謂40年的改革開放 中國的整個經濟結構 主要還是由所謂國營權貴控制的 這個由權貴控制的國營企業 現在還是占了中國經濟超過50%以上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一個 中國的整個經濟的發展過程中 雖然大量利用了港資 台資 美資 和出口外貿的這樣一個發展模式 跟當年台灣有類似 但是中國共產黨認為 這不是你們外面人的功勞 是我善於搞統戰的功勞 我利用了你們這些外資 這個是我的功勞 不是你們的功勞 那第三一個 當然中國的整個中產階級階層 也是在這40年來有一個比較大的進展 那這個進展的過程 雖然說中國中產階級在人口中的比例不斷增加 但它實際上還不是人口中的絕大多數 如果按照李克強的6億人 1000萬人民幣 一個月收入以下 這6億人它就不是中產階級嘛 那所以真 而且就是即使有的這個中產階級 在最近這個20年來最大的發展的一個特殊情況 就是他們 一方面受到改革開放的益處 另一方面他們又大量的成為房奴 因為房地產的這個狀況 他們被整個房地產綁架了 那你一旦在這個被房地產綁架了 這樣一種房奴的狀況底下 這個中產階級 它的所謂的改革開放 或者他們就會比較傾向於要求社會穩定 還比較不主張激進的改革 那共產黨整個這個習近平的這個主體宣傳 就是只有我習近平的獨裁 才能給你們帶來穩定 你們只要悶聲這個掙錢 悶聲發財 也不是發財啦 你只要悶聲掙錢還你的房貸 這就是你能夠一輩子好好過日子 這樣最後就是把你小孩培養好送出國 天龍人現在也都過這個日子啊 天龍人連小孩都不敢生 現在小孩跟房子都是奢侈品 是 所以就是說你有大量房貸的中產階級 他們整個生活的目的就是第一還房貸 第二小孩教育送出國 在這種情況下 他們普遍對於所謂整個國家的民主自由改革 沒有興趣 這樣的 所以整個中國的社會的大多數人的意識形態 跟30多年前我們在北大時候的大多數人的意識形態 是不一樣的 你必須要理解這個習近平的統治基礎來自於這裡 不然的話他之所以做了這麼多的惡行惡狀的事情 他這麼做獨裁做這個終身制 但是他在中國國內的反對力量是非常有限的 我覺得跟這個整個社會結構是有巨大關係的 而這個結構跟台灣是不一樣的 這個結構跟台灣是不一樣的 台灣是在整個社會改 一個是有這個叫做中小企業的產權保護的這樣一種狀況底下 有一個巨大的黨外的民主勢力在推動了 那中國的中小企業的產權本來就是不清不楚保護不強烈的 連阿里巴巴都不保了 何況是中小企業 所以他們就完全沒有膽量說 我也要資助推動一個這個所謂的黨外民主運動的這樣一種狀況 也就是說台灣的黨外民主運動一直也是受到 這個中小企業或者是這個中產階級 他們在自己產權能夠保障的情況下面來投錢 來推動這些人去搞民主運動 中國是這些企業家 他們自己的產權是隨時不保的 所以他們也沒有這個膽量去推動這個民主運動 而他們走的路線是說 我被和平演變 我進入共產黨內 共產黨採取的說是說 江澤民的所謂三個代表政策 就是所有的資本家都可以加入共產黨 所以你希望我加入共產黨成為統治階級的一部分 然後我跟共產黨同流合污 也成為這個社會穩定的一部分 來爭到更多的利益 這樣一個中國社會階級的或者是社會階層的政治走向的情況 跟30年前40年前台灣整個社會的政治走向是很不一樣的 可是經營階層或者是有錢人加入統治政黨統治階層在台灣也發生 在台灣三四十年前你看到的大銀行都是黨國銀行 你看到的大企業很多都是黨國企業 不太一樣 然後你看到國民黨中常委很多是大企業家 現在他們不大 現在他們不大 我現在點名王宥貞啊顧家啊 他們王宥貞都跑路了 可是當年他是國民黨中常委啊 當年國民黨確實是放進相當多也有黨國企業或者有民間富豪 這個有兩個不太一樣的狀況啊 國民黨放進了那些所謂民間富豪 一方面是所謂台灣本土化的一個過程 用這些顧家這樣的人是國民黨從一個外來從大陸來的政權 跟台灣所謂本土化的富豪的一種結合 本土四三本土諸侯的結合 另外一種是這個國民黨當時的這些國營企業 本質上他是文官制度 這些國營企業的董事長啊 這些掌權的人只不過是一個政府官員派你任命的 他並不拥有所有權嘛 那中國現在也是從這個意義上也是一樣的 中國的這些國有企業的董事長啊 或者是領導者也是政府官員 隨時可以任命你 隨時可以把換掉你嘛 那但是這些這批人越來越多的 跟所謂的民營企業家 跟紅二代官二代結合 就造成了一個巨大的權貴資本主義的力量 也就是說他們既有權又有錢 然後呢又有這個政治的影響力 那習近平現在越來越多的是這批人的代表 而一般的中產階級忙於還房貸 這個搞子女教育 根本也不想搞革命 也不想搞改革 所以就是大家安於炫撞 所以整個社會結構就變得越來越 這個習近平覺得他的這個獨裁統治 就可以受到繼續的這個長期維持下去 實際上俄羅斯普丁也是有類似的情況 他也是這樣情況 只不過普丁跟習近平一個比較大的區別是 普丁是用特務來統治 習近平是用 特權 共產黨的這個組織結構來統治 普丁沒有共產黨這麼樣一個黨 但是他有巨大的特務組織 那習近平也有巨大的特務組織 但是他的黨和特務組織是合一的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美國大選過後的美中關係 影響著西太平洋的政治發展 同時北京的處境全世界都睜大眼睛看 特別90年代改革開放之後 中國經濟快速成長起飛的日子過去了 那如今中國面對的是龐大的貧窮人口 跟某些人確實是未富先老的人口結構 習近平連續好幾天講著要脫貧 好 傑銘剛剛看到習近平連續好幾天喊著要脫貧 那環球時報的胡錫進都呼應說 哎呀 大家別跟富人比收入 對 因為這個原因是因為北京在23號就公佈了他們的最低工資 那最低工資出來的時候呢 答案金額是2200塊人民幣 折合台幣大概9800元而已 那你知道北京的生活費 坦白講絕對不輸給台北 北京的平均房價在一環二環三環的房價 絕對高於台北市最貴的房子 所以這麼貴的一個情況之下 他們發現到 勞工的薪資 最低工資你只給了2200塊 所以民眾說這不就是什麼共產嗎 別假共產了 這時候胡錫進聽到當然第一時間就要出來講一句話 你們不要這麼說啦 他第一個論點是說 請你注意看 我們退休勞工的薪資已經跟一般工人接近了 然後白領也跟一般勞工接近了 好 因為勞工比較多 所以聲音稍微大了一點點 你看我們廣大的這個農產農區 他們現在薪資也都上崖了 只有少數的農區正在跟進當中 所以你們不要跟富人比啊 不要跟富人比啊 這件事讓民眾說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好 那我們這麼說一句話 其實習近平有個壓力 因為他在第13個5年計畫裡面就談到一件事 在2020年就要小康社會 那麼小康社會做不到呢 那基本上我就要強調脫貧 這件事很重要吧 至少我做到脫貧 那你知道這個戲一定要演最大 誰要來演呢 就是貴州 那麼貴州呢就在最近呢就公布一件事啊 最後的9個線啊 脫貧了 哇 這事件很開心 結果沒想到呢 才剛說這一句話的時候呢 李克強就發話 李克強把黑龍江啊 山東啊 雲南啊 還有這個幾個主要的這個省啊 把他找過來說 哎 你要跟我講實話啊 到底現在這個脫貧狀況是如何啊 如果你不講清楚的話 我就不能做出實際的政策啊 但是沒想到這個廣州 這個貴州啊 並沒有因此啊 就降低聲量啊 他講一句話說 哎 只要我們這9個線脫貧的話 我們所有這66個線呢都脫貧了 結果這個這個央視啊 就馬上加碼 他說只要呢 這個貴州這9個線脫貧的話 全中國823個線呢都脫貧了 就這句講完之後呢 哎 中興社馬上對講一句話說 哦 沒有哦 國務院不是這麼說的 國務院還要去徹查 我們還是有指標哦 我們到底要看是真的有脫貧 還是沒有脫貧 形成一種地方跟國務院對打的一個狀況 你真的沒看過這種情勢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啊 國務院跟習近平對坐嗎 國務院跟地方對坐嗎 好 到底有沒有脫貧啊 我們拭目以待 但是我跟你說 今明的冬天啊 很多這個剛剛大學的白領階級啊 可能難過了 為什麼呢 因為最近吵最熱就是蛋殼公寓 突然之間呢 這事情是這樣子 就是有些用蛋殼公寓在租房子的時候 突然接到房東電話 他說 哎 你的房租沒有交哦 你下個月就給我搬走 可是這些剛剛從大學畢業的這些白領階級 年紀還不到30歲 沒有買房子 人說 沒有啊 我已經繳了一年 甚至半年交給蛋殼公司啊 這蛋殼公寓會把這個房租給你啊 而且說真的 有些這個 你要繳繳一年 他沒這個心事 還是用貸款的 突然之間發現到一件事 蛋殼公寓斷煉了 他們傻眼了 為什麼斷煉 原來這是 其實中國已經是第七個類似這種租房子倒掉 蛋殼公寓是第八間 不過重點是 為什麼大家對蛋殼公寓很信任呢 第一件是阿里巴巴有投資 第二件是 它中間的這個錢啊 第三方啊 是由騰訊代管的 也就是說 我今天錢不是給你蛋殼喔 我先是交給你這個騰訊 騰訊再交給的這個房東 那麼蛋殼公寓只是負責管理的 理論上這個錢不應該斷煉 怎麼也斷煉了 這件事很重要 就是第三方都出問題的事情 這對代表中國資金上面出現嚴重的問題 而且更不用說 蛋殼可是在美國有掛牌的 當時號稱 它在主要幾個城市握有四十萬套房子 有一百多萬人 每一年在乘租 哇 講這麼好 斷煉了 你說中國問題嚴不嚴重喔 但因為我們今天題目是講全球化 其實全球化大家都覺得很美好 但是看到中國走全球化的時候 中國的貧富差距很大 泰國呢 我們知道在25號呢 11月15號又有上千人喔 因為泰國現在已經下了禁令 不准民眾去上街頭 但沒想到禁令結果的時候 並沒有 事實上更多人上街頭 上千人去上街頭 為什麼呢 因為貧富差距非常劇烈啊 疫情嚴重的時候 很多人沒有工作的時候 他又跑去德國 帶著他二十幾個王菲 王菲去度假 那花了更多的錢 所以民眾就在抗議啊 那怎麼抗議呢 我覺得這就很傳神 當時他們不是回國嗎 坐著這車子回到王公啊 很多人去包圍啊 那時候還露出王菲很訝異的表情 你們在幹嘛 這時候有民眾就喊一句話 我的稅啊 為什麼這樣子呢 因為這個瓦基亞龍公 他其實呢 在之前有鬧出很多事情 我就不依細數了 但是確定件事情 他擁有的王氏資產公立公司 擁有300億到600億美金 這也不是重點 重點事情是 因為剛剛公佈了泰國第二季的GDP 恐怕會交出負的8.5% 這個問題嚴重在什麼程度 我們來看幾個表格就知道 DNS它貧富差距真的很劇烈 而且據了解知道嗎 可能明年會有上千萬人失業 好 那創下這一次年輕的世代走上街頭 抗議的其實是泰國的王室 那泰國王室相對的奢華對照普通的年輕世代 那是一個很大的被剝奪感 尤其是泰國王室呢 本來就很有錢 尤其是他現在這個瓦基拉龍公 會讓他尤其婚姻關係 還有這個奢華程度 讓泰國人其實對他很有意見 其實泰國是實施亦夫亦妻制的 但是這個瓦基拉龍公呢 到目前為止呢 他的那個 因為泰國有對皇室不敬罪 如果像台灣或像其他地方的話 早就可以拍《甄嬛傳》 麻雀變鳳凰 各種的戲劇 韓劇都可以拍出來 他的故事讓泰國人覺得瞠目結實 他現在呢 六十幾歲 可是他有五任的 正式的妻事 而這七次裡面呢 越來越年輕 第一任呢 是他的表妹 他的表妹呢 其實小他五歲 所以當時是 他們本來是青梅族嘛 但是是由父母決定 你應該 因為都是王室 都是貴族 起格表妹 做了王妃 可是做了王妃之後呢 顯然他就覺得被這個爸媽所決定的婚姻 他是不喜歡的 所以他那時候就是跟第二任 余瓦達 一個演員 他才當時十六七歲 就馬上跟這個王妃結婚沒多久之後 就跟余瓦達在外面同居了 同居之後十六年幾乎就不回去 在第一任王妃呢 只生了一個女兒 後面這一位呢 在同居過程中 他十七歲到二十五歲 生了四個兒子 一個女兒 根本就不回去 但是呢 因為泰國王室覺得 他的出生 他的背景 一直不願意承認 最後他出了一個殺手箭 就是用不禁皇室罪 告第一任 那告了以後要求離婚 所以第一任離婚之後 馬上就跟第二任結婚 但是結了兩年之後 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情 他就說 他自己就叫做空軍元帥事件 空軍元帥是說這個第二任呢 跟空軍元帥呢 有曖昧 所以把他給離了 那離了以後呢 馬上就才知道 原來這個時候就是 其實大家泰國人最喜歡的 第三任的 這個叫希拉米的 而希拉米呢 非常的漂亮 然後曾經呢 跟著他去參加過 英國王室的宴會 跟各國的公主王后在一起 被稱為叫做泰國的戴安娜 所以他十幾歲的時候 就開始在外面有工作 後來呢 他就當了瓦吉拉隆公的侍女 但是侍女當了以後呢 結果後面呢 宣佈結婚的時候呢 一個月後就生下了這個王廚 新的王廚了 但是新的王廚之後呢 他其實本才在泰國裡面呢 非常的優雅 然後喜歡做慈善事業 泰國人很喜歡他 但是沒想到2014年的時候 他出了一個事情 出了什麼事情呢 因為泰國的 剛剛不是講有空軍元帥事件嗎 泰王非常喜歡養狗 他最喜歡的那隻狗 他就取名叫做空軍元帥 所以在2014年的時候 被那個英國的美日郵報 出了一個 拍到一個照片 他為了讓泰王高興 結果他穿得非常清涼 非常清涼之後 蹲在地上 餵那隻狗過生日 吃蛋糕 可是這個照片出來之後 泰國人受不了了 一個王室 我們的尊嚴 怎麼會變成這樣子 所以當時他們希望 把他給換掉 換成長公主 接替王位 所以他為了清理 這個狀況怎麼辦 就說這個王妃呢 他的家族有貪污 就把王徽給廢掉了 廢掉之後 家族的通通關起來 但是後面這王妃呢 五年之內 沒有下落 最近才被拍到 被剃光了頭 你看到那個樣子 在那邊種菜 什麼樣 當然現在王后王妃 還有很多 飛飛龍龍的故事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 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美國大選還正式進入延長賽 那承恩剛剛講到 川普這一條路線 長期來講 會不會完全的改善 華盛頓或者改變 華盛頓的這一個 對中國的政策 也是全世界觀察的 是的 我們來為各位更新一下 最新的科技戰的一些近況 第一件事是這個 字節跳動的抖音 其實在八月的時候 川普命令他必須要來出售 一定要由美國企業來接管 否則的話就關台 那後來是延長 延長的期限的期限 擺到11月12號要到了 結果那個時候呢 抖音趕快去說 我們還在談判 再給我們15天 這個15天 眼見又要到了 最後最後期限川普說 再給你7天 12月4號要有決定 那麼他現在在跟甲骨文 還有這個wall mark在談 那麼其實呢 我們都看到了 數字這個字節跳動 他的策略就是等著拖 拖過川普下台 然後到了拜登時候 現在有沒有轉還 所以呢 川普是不是有決心 那麼就看這一站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最新的這個所謂的 中國竊取科技的 一些新的資訊 那麼這本新書是德國外交政策協會 一位叫迪宇菲的研究員他所寫的 他說中國竊取科技有三大途徑 一個是合法的 比如說透過合資 或是透過強制計轉 那麼這個部分呢 就是川普在貿易戰中間 為美國商界講話說 你們歷年來侵入我們非常非常大的利益 到我們那邊 到你們那邊投資 一定要你們計轉 這個要扭轉過來 第二條路是非法的 比如說透過網路的駭客 或者透過商業的間諜 那麼美國就是大批的親這些間諜 第三個是灰色地帶 是用掩護的 比如說用學術 用研究機構 還有用商界來掩護 其實他們在做的都是 竊取商業機密的情形 那麼他也開了三個要方 第一個是警覺 要提高公共的意識 要大家知道說 中國就是要做科技的爭霸 這件事情要分清楚 第二件是揭露統戰的手法 他們發現呢 他在統戰的預算 比他的外交預算還要高 第三個就是外國人的 這個代理人的揭露 外國代理人揭露 是美國的司法部的一個權限 他可以有國安檢察官 如果你在美國 你的公司是為了中國在工作 那麼他必須要來登記 你可以如果非法的 剛剛你說要取締 如果是合法的 必須要攤在陽光下 如果呢就包含人員 比如說他也要揭示 比如說我這個新聞 是有收心華盛的錢 然後呢 這個要讓大家知道 第二個他的人員 比如說記者 他就不能再用記者的身份 他用間諜的身份 那麼也不能夠進 某些的政府機關來做採訪 比如說他有15家的公司 已經要做這樣的登記 比如說中央電視台 新華社 環球電視台 人民日報 以及中國日報 透明化是有力量的 比如說這個新聞 就是這個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中國日報這一家公司 過去呢 一年是花200萬的廣告費 在各個媒體 然後投的包括紐約時報 華郵 包括這個英國的 每日電訊報都有 那麼他們發現呢 2020年以後 紐時跟華郵 都不再接受 他的這個廣告費了 他更多的是事務費 比如說 制播新聞 然後呢 包括華爾街日報 曾經有說叫做 中國觀察 那麼華爾街日報呢 在7月也連這個也停了 因此呢 他們發現 總共來說 他一年投400萬 現在他的廣告收益 只有13萬美元的這個 可以說是這個 賠了夫人又責兵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貿易戰的最新發展 過去呢 拜登說 川普製造盟邦的緊張 對中國貿易戰 然後賀錦麗也批評 關稅戰不利於美國 現在有一個人出來說公道化 這是過去美國的 談判代表叫威廉斯 他肯定川普說 這些川普是多邊體系的問題 然後他也鼓勵說 拜登說 你現在你要說跟盟友合作 是一回事 但是要取消是另外一回事 要他 要中國拿東西來換 他也鼓勵拜登呢 更進一步的 對中國有這個貿易戰上面 有做更明顯的 這個立場的決定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整個西太平洋的軍事緊繃 事實上是拉高的 那習近平已經下令實彈軍訓 可是同時呢 印度也不斷在強軍 他這次陸基型的布拉姆斯 基本上來講 就是他的速度 大概還是可以達到2.8馬赫 那射程目前來講 他已經從過去290公里 提升到400公里 這次受到外界矚目的是說 印度國防部說 他未來要進一步 增加他的一個射程 從現在的400公里 到明年目標是800公里 然後接下來最後目標 要達到1500公里 同時他的一個速度 要從現在2.8馬赫 未來希望能夠進一步 提升到5馬赫 那如果提升到5馬赫 一般國際上來講 5馬赫超過這個 等於5倍音速來講 就是屬於高超音速武器 那就不是只是超音速武器 所以他等於也在藉由 布拉姆斯這個飛彈 在發展所謂的高超音速武器 那除了布拉姆斯 除了這種陸射型 其實他本來是一型反艦飛彈 那印度有這種 所謂超音速飛彈來講 他本來是在全球來講 是次於蘇聯之後的 第二個國家 那其實台灣算第三個國家 那大家講說 布拉姆斯飛彈很厲害 其實我要告訴各位 我們的國造熊山 其實完全毫不遜色 那布拉姆斯 他是延續過去蘇聯的體系 所以蘇聯的飛彈 當然超音速飛彈來講 他的彈體都非常大 像他是硬枚要重達3噸 那當然他因為是燃料的關係 所以提升他的射程跟速度 但是你看我們的國造的熊山 我們事實上只有1.5噸 你說重量比他 這個低是不是性能比他差 絕對不是 這表示你的同樣的 如果射程跟速度的情況之下 你的彈體做的越小 表示你的技術越高 中間你的燃料技術 要非常的一個厲害 才能夠縮小彈體 那你像第三個全世界擁有 這個高超音速 也是屬於超音速的反艦飛彈來講 基本上應該是解放軍 那等於說他的現在的英級12 其實也是從過去跟 這個蘇聯採購的反艦飛彈 把改裝過來 所以打造成所謂的英級12 他的一個同樣 這個彈體也是一樣重達3噸 那過去來講俄羅斯 後來等於說接連蘇聯下來 他現在配備的各式反艦飛彈 像過去本來對國際有威脅的 這種配備在現代級上面的日日飛彈 SSN-22 我記得過去我們有海軍將領 為了解他的性能 透過在國際的海事展 登到這個工軍的船艦上面 去了解說這個飛彈的性能 結果後來到現場發現說 這真是非常可怕 很大一枚 這個長度非常的長 然後因為他重達3噸 所以你會擔心說你的船艦 如果被這種大飛彈打到 非常可怕 那時候我們是透過這樣的方式 去了解他的性能 不過現在未來的一個趨勢是 反而你要縮小彈體 然後提升你的射程跟精準度 那這樣的一個飛彈 其實這個印度 他更進一步開發出 所謂的空色版 也就上個月試射 他是透過蘇凱30MKI掛載 他的縮小版 基本上這樣一架戰機 可以搭載三枚 這種縮小版射程 當然相對於會縮短 但是更重要的 他未來可以換裝核子彈頭 也就是說他可以變成一個戰術性的核武 那上個月那一次演習 蘇凱30MKI居然長城奔襲 飛了4000公里之遠 然後發射了一枚這樣的一個 空熱版的布拉姆斯飛彈 然後擊中孟加拉灣上面的一艘靶船 也就是說未來這4000公里的航程 他透過IL-78的加油機 可以讓印度戰機直接奔襲到南海 去對解放軍的軍艦做海上的打擊 同時他在陸地部署這樣的一個陸基型的布拉姆斯飛彈 基本上在中印邊界來講 未來只要一旦解放軍對印度開始進犯 他就有各式的飛彈 包含這一型超音速飛彈 可以直接回擊 好 今天謝謝大家收看 連帶向前看 也提醒我們忠實觀眾跟粉絲朋友 掃描QR Code 訂閱連帶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同時在IG臉書 推特 推特館上面都有官方的帳號 歡迎大家分享 訂閱跟追蹤 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 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